花草茶闻起来香气肆意 浪漫疏压 不过民众可得小心了 台北市卫生局日前前往超市 卖场 茶行 抽验茶叶及花草茶品项 79件产品中 有三件产品不符合规定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顾及大家 就是在饮用茶品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 我们前往超市 卖场 茶行 还有相关的饮料店 那进行相关的茶叶 跟花草茶的一些原料的一些抽验 那总计我们抽了79项产品 包括66项是茶叶 9件是玫瑰花 3件菊花跟1件叠豆花 那检验的结果呢 有3件的产品 它是农药减出是不合格的 那不合格率是3.8% 那在这3件不合格的产品里面 包括其中一件是玫瑰花金边 一件是减出4项农药材料不符标准 那有一件是粉红玫瑰花 那一件是干燥玫瑰花瓣 那事实上这3件产品 它检出的一个农药的项目 都是符合农委会 它所遵于使用的一个农药 所以并没有说 有查到所谓的非法农药 都是合法的农药 那只是在残酿的剂量上 它超过了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依据使安法判定 它是检验不合格的 那这部分的话 事实上是违反我们 使安法第15条第1项第5款的一个规定 就是农药含量超过安全农药量的部分 那这部分会依识4条除 新台币6万到2亿元的一个罚还 那当然其实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不管是在我们国内自行种植的 或者是进口的一个茶叶 或者是花草的一个产品 卫生局会持续的去加强击茶 那当然对进口的业者来讲的话 以国家的法规来讲 它是必须做所谓的自主检验 而且要做一些材料的一个定期的一个追踪 来确保它一个产品的一个安全性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食品安全守重源头把关 进口茶商应该加强自主检验 定期将原料进行送宴 确保品质无疑虑 另外消费者在泡茶时 也可以将第一泡茶水倒掉 避免摄取到残留农药 选购幸运良好的商家 确保饮用安全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